美國的媒體如何形容中國 根據時間變異 以前說中國很窮 接著說中國就倒塌 到現在說中國有錢 不過就倒塌了 一樣叫做就倒 而大部分是指向中國現在的人口分佈問題 我們知道中國呈一段時間一械政策 接著就放寬了之後 我們中國的生育率仍然沒有上升 換句話說中國人口可能會是縮小 那怎樣影響中國沒有了新生人口 勞動力沒有增加 勞動力增加經濟就倒塌 這是他們說的論調 不過我覺得現在中國在現在這個時間 開始人口減少 剛剛好 時間剛剛好 為什麼呢 因為人工智能來了 我們看看人工智能 怎樣可以幫中國渡過這個問題 這裏有很多個片 我每個片都播少少給大家看一下 首先就是一個人口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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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知道就是在工作 如果不可以讓機械人代替 兩個選擇 一個是將這個工作向外面輸出 給一些發展中國家 另外就可以讓一些人口 移民進來 而第三樣 還有一個第三個看法 就是鼓勵中國年輕人 可以多些有孩子 目前來說 最大的障礙就是經濟 根據這個作者說的 買不起屋子 還有孩子的學費太貴 其實中國是九年免費教育 有能力的話 讀上也不用錢 不過 無論家長太緊張 就花很多錢 在兒童身上 這個沒有辦法 這些很容易解決 譬如 買不起屋 就像新加坡一樣 一樣可以提供一些廉價的房屋 給年輕的朋友 那些幼兒院之類 可以免費 要是給一些津貼 更加立例 保障媽媽生完嬰兒之後 可以回去繼續做原本她喜歡做的事 其實現在中國 在對於社會服務上 有非常多個創新 我們就可以慢慢看看 這裏就看另一件事 這個做甚麼 這個是中國很喜歡這種煎餅 它們叫做果汁 就是用來做早餐的 一塊煎餅 然後打完蛋之後 就撒一些 這個撒芝麻 然後就 反轉 要反反的 反轉 等那邊的雞蛋熟了 放一些調味 然後就可以 做甚麼 哦 放其他東西 這些包起來 然後倒轉 拿出去 剛剛好 這些東西現在 來吧 這個是工廠 這個就是工廠 工廠裏面 你看不到人的 整個工廠都是這樣的機器 做一下做一下做一下 這個 有一架在中國的家鄉雞 肯德基家鄉雞 無人的 這樣就去到各處 這樣就 這個是送貨 還是做完呢 但是無人的 這個是無人車來的 另外這個就是用 無人機 代替快遞小哥了 這個無人機降落在一個站上 放下一個盒子 放下之後 為了准確入 就找個東西推 推對了之後 走得了 他就走了 他走了之後 順手就送個 美團 原來 給個 訊號給那個 這盒是什麼來的 看看 拿過來 有了編號之類 打開 裏面還有一個膠袋 袋住 浪費了些了 以後可能會改善這個方法 這個就是 如果你在餐廳上 沒有人幫忙送餐的話 可以找機械人去送刷 他們知道去哪裏 那些 那些 刑警員那些 那些 可以直接 就 拿來 看了解什麼 行了 你回去吧 嘿 這個呢 另外一個是無人工廠 不用問 先看看 沒有啊 這個是圖來的 所以中國的經濟未來如何 我一點都不擔心